各位星小三的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掌握星小三數學A班第一課 第一部份我們會做一個遠隔的計算 為什麼會做這個部份呢? 因為很多同學在未學小數的一點之前 其實我們計算買東西或者算錢的部分 我們都需要分開遠隔去計算 但是很多同學都未必做得好 所以我們這次也要試一試 再介紹一下正確做法 如何告訴同學 首先我們去做這個類型的題目 我會建議同學先畫一個這樣的框出來 可以嗎? 你們要跟著畫 可以嗎? 找一個這樣的兩環加一棟的一個物體出來 OK? 上面要寫兩樣東西 可以嗎? 左邊我們寫一個圓 右邊就是角 可以嗎? 因為我發覺很多同學都會計錯的 例如我今次想買原工具車 假設我買這個 加這個 那我究竟在這條顏色上面 值色要怎樣寫呢? 首先我們把它分開 大家看到中間有一點 對嗎? 將這個銀碼分開兩處 這裡分開兩處 可以嗎? 那一點的前面就叫做圓 這邊叫圓 這邊叫角 可不可以嗎? 好 如是者我們就把我們得到的資料 放上去 22 圓 00 角 這樣 OK? 圖書的就是1040 可以嗎? 10在前面 40在後面 OK 那我們就把兩個數字加在一起 這題數是不難的 因為全部都不需要借位 可以嗎? 所以最後呢 其實總共的銀碼就是 32元四角 可以嗎? OK 我們會看到 尤其在香港買東西的話 通常最後這一行 都不會是 有數字的 通常都是0 因為最小的單位就是角 可以嗎?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東西 通常都不會有數字在這裡 可以嗎? 通常都是0 都不需要感到驚訝 OK 好了 這個時候記得 我們做的時候 一定要用這個模式去做 可以嗎? OK 這個 筆記紮讀這裡 記得 因為後面有很多練習 都是需要這樣做的 OK 好了 下面我們先看看 好了 要比較最貴的是什麼 可以嗎? 可以嗎? 剛才我們先畫 圓和角中間的一條線 好了 畫完之後 我們分別會看到 因為我們先看圓 因為圓是大一點的 可以嗎? 所以我們先看圓 然後再看角 好了 這個我們看到 它是22元 22元 這個就是10元四角 即10元多些 32元 這個98元 這個是5元 很明顯 最大的數字 就是這個 就是遊戲機 是不是? OK 那就可以 因為我們的意思 就是 如果我們要比較 它的大小 我們先看前面的數 可以嗎? 就像這個數 32 和98 一看就分到 它的大小 可以嗎? 根本不需要 比後面的數字 所影響到 明白嗎? OK 所以最貴的是遊戲機 可以了 好了 繼續了 這者有20元 它不買皮球 可以嗎? 有哪個是少於20元 又是 立即可以看到 有哪個是少於20元 有皮球 和圖書是少於20元 但是它說 不要買皮球 所以最後 只可以買圖書 對嗎? 所以我們就知道 答案就是圖書 好 下面 第三題 哥哥有30元 差多少錢才可以買到 玩具熊呢? 對 這可不可以是一個 大減細的題目 可以嗎? 大減細 哪個是大呢? 32元 八角 當然是大一點 30元 就是小一點 可以嗎? 好 又把揀揀揀揀揀揀揀 好 先選擇 剛才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個 物體 先選擇 好 我們一起選擇 可以嗎? 好 選擇完 又是 原和國 分別 OK 好 現在我們看到了 題目就是 三十元八角 減三十元 可以嗎? 就填上相應的數字 三十二元八角 八角是怎麼寫呢? 八零 可以嗎? 減三十元 減三十元 沒有東西 是不是? 這裏要寫什麼呢? 沒有東西 好像有點奇怪 是不是? 不要緊的 你可以不寫 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寫 其實你不寫 不太知道自己在減什麼 要補兩個零 可以嗎? 好 減幾次 減的時候 這裡是八十 這裡是二 OK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二元八角 留意一下 我們後面的角是寫八十的 但是剛才說過 最後那個位置 我們是不需要理會的 可以嗎? 所以我們只需要寫二元八角就可以了 明白嗎? 千萬不要寫八十角 否則又是錯的 知道嗎? 可以嗎? OK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哪個版 後面的版 我們這裡看到有三條題目 三條題目 用了剛才的一個表 去做給大家的禮經 OK 這三條題目 我們可以快一點 我們用三分鐘時間 五分鐘 五分鐘時間 做一做這幾條題目 我們是不需要急 但是必須要對 可以嗎? 借位 進位 提醒座 OK 現在開始 五分鐘 做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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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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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後面計算上前方,所以不要在前方計算,前方計算是一定會計錯 我們先看看,先從角度開始 1加3就是4,7加4會變成11,留意1寫的位置 然後就用前方計算,2加2加1等於5 所以這個答案,如果真的要寫好,該怎麼寫呢? 這個答案就會變成51元 即是在做一些應用題的時候,我們就要寫51元4角 可以嗎? 旁邊的部分,第2題,第2題是一個減數的題目 看清楚了,減數的題目 沒有混亂 10的時候不夠減,減不到這個6 0是減不到6的,因為0是小於6 那怎麼辦呢?這個位置就會變成10 加1在前方 那1在哪裏呢?這個1其實就在18那裏來的 可以嗎?所以同一時間,18都要寫了 特別是做17 可以嗎?前面減1,後面這個數 就會加10位,加1在10位 明白 好了,做的時候正式開始計算了 10-6就是4 17-9就是8 沒錯 OK 我們看到這題的答案就會是8元4角 OK 好,隔離了 第三題 5加7 5加7 會變成12 OK 6加3 加1 會是10 3加4 再加1 就是8 於是這一題的答案就會變成80元 遇角 行嗎? OK 完成了之後 下面練習3 我們看到有幾條題目 可以嗎? 我們現在先做單數的題目 即是13 135 7 9 135 15 11 6條題目 可以嗎? 每一題我們就給1分鐘多一點 OK 6條題目我們總共給8分鐘時間 可以嗎? 算了 10分鐘 10分鐘時間 不要計錯 可以嗎? 我們需要有步驟 可以嗎? OK 開始了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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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鐘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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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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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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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2-14元是8個 剛才說了,2是減不到8 所以前面這個就變成59 60-1就是59 2也會變成12 12-8就是4 9-4是5 6-1就是4 所以最後第一題的答案就是45元4個 有沒有同學錯的? 就要小心去計算步驟 接下來是下一題 一樣,做一條一條,先把這條線出來 然後左邊是圓,右邊是角 可以嗎? 好,這次是加 25元3個 加16元9個 好了,繼續 3加9是12 可以嗎? 5加6再加1 1加1也是22 然後2加1加1就是4 可以嗎?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42元2個 所以是1加6元2個 還會選擇 可以的 好 然後再繼續下一題 又繼續做到一樣東西 先選擇這條線 左邊是圓,右邊是角 沒錯 再看自己 這部份就要 行不行? 好了,這次的提示都是減數,31元和28元七角減 好了,這個位置怎麼辦呢? 這個位置 沒有東西,那怎麼辦呢? 剛才說過了,沒有東西要加回0,行不行? 沒有東西的話,加回0給他 好了,加了0之後,又會發現0是不夠減的,行不行? 所以0就會變成10 前面31就會借位,變成30 好了,10減7就是3 0減不到8,是嗎? 但是30減2,18是多少? 是2,沒錯 好嗎? 或者調轉,你0就變成10 10減8是2,前面借位2減2是0 都是一樣的,行不行? 但是經常借位借太多次,反而會令錯的機會增加 行不行? 所以我建議看到30減28是異體的,行不行? 可以直接出到答案,就可以試一試了 好嗎? 好,答案最後就是2減3角 行不行? 好,接著有間線 記住,洗腦式地說1000次給你聽,你自己就一定要記住 知道嗎? 好,左邊是圓,右邊是角 好了,這裡56元9角 加28元5角 行不行? 好了,19加5就是14 6加8加1就會變成15 然後5加2加1就是8 所以這題不難 85元4角 為何要和你們全部做一次呢?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就算做了兩條例題 都未必清楚後面的做法 行不行? 所以我們這次也有時間 寧願題目少一點,然後再續提組 好了,繼續吧 每一次都提醒你們 可以嗎? 要寫齊這條線 以及這兩個字 可以嗎? 記住你們自己做的時候 都必須要用這個方法 可以嗎? 好了,繼續吧 76元7角 以及75元8角 減的 好了,7小過8是減不到的 所以就變成17 前面76減1變成75 OK 好了,17減8就會是9 75減75是0 0就不用寫了 OK 好了,我們看看 所以最後答案是多少 就是9角 為什麼我不寫0元? 因為到時候 即使做應用題 計算多一個答案 只剩一個角 都不會寫0元9角 直接寫9角就可以了 可以嗎? 所以我也不建議 在這裡畫寫9角 因為到時候未必需要寫這個 可以嗎? 好了,繼續的時候 看看下面一條 左邊是圓,右邊是角 好了 12元9角 減8元9角 這是相當簡單的 不需要借位 不需要退位 亦不需要進位 9加9是0 12減8是4 可以嗎? 一樣 零了角 那怎麼辦? 就寫4元 可以嗎? 就不用寫一個角 可以嗎? 即是聖如4元 這者如下4元 就可以了 可以嗎? 就不用寫4元0角 明白嗎? 好 剩下的時間 再做隔壁那邊 同樣的 都是一樣 有些同學 我知道他們剛才 很懶快地偷布了 但是不需要這麼快 我們一起做的 可以嗎? 剩下右邊的六題 另外的十分鐘 記住 一定要用我剛才教你的 那一條直式的方法 行不行? 如果不是 很有機會會做錯的 知道嗎? OK 因為有快的方法 我一定會教你的 但是如果有快的方法 是不準確的話 我們就不會用了 知道嗎? 好 我們現在用另外十分鐘的時間 做到右邊的六題目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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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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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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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sche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了,這個位置 沒事,怎麼辦 補0 補0一定不夠減的,立刻這位置 這裡變10 前面200就會變成199 不要逐一退,200-1就是199 因為很多0這些數,你再逐一退一定會錯 但200-1,199是誰都知道的 明白嗎?不要令自己寫意取難 用一個很難的方法去計算同一個步驟 這樣很傻的 可以嗎? 好了,我們來看看這個題目 10-5就是5 199-195就是9-5 答案就是4 好了,所以我們先來一條橫式 橫式不能直接出200 可以嗎? 為什麼?因為沒有人知道 200是怎麼來的 於是,所以我們寫的時候 然後就要寫100元 加100元 減195元 5個 OK 好了,因為它涉及加減 兩樣不同的元素在這裡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計算在前面 就不可以一步出答案 可以嗎? 好了,所以我們分步驟 然後這裡寫成200元 這裡寫成200元 200元 減195元 5個 最後我們剛剛計算的答案就是4元5個 OK,可以簡單地填在這裡 4元5個 好了,橫式有,直式有,步驟都有 差點什麼呢? 就是差一個答句 OK 答句在哪裡呢? 答句就是在這裡 是否剛才說到鷹爪匯有多少元? 是這裡 所以我們最後寫回答句 寫回這裡 所以 鷹爪匯 4元5個 OK 整體完成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好,下面 一樣 你看到 是不是? 也是一個鷹爪匯的題目 OK 這次給了錢 100元 買一架玩具車 這題 很容易 是不是? 馬上寫出一條橫式 兩個數目 大、減、小 可以嗎? 所以就是100元 選擇 冬衣服 剩下玩具車 四十六元5個 好了,等於多少呢? 一間斟 左邊是圓,右邊是角 左邊寫100元,然後是減46元,5個 這裡沒有東西的地方,要怎樣算,就是加一個0 0一定不夠減,馬上借位10 100-1是想到的,是99 剩下的步驟就簡單了,10-5是5 9-6是3,9-4是5 所以答案是53元,5個 好,都是簡單的答案,53元,5個 做完了嗎?是未的 就是寫回答句,都是鷹爪匯的一錢 所以鷹爪匯 這個答案就是寫寫的,53元,5個 完成了這個部分 我們再看後面的一頁 最後一頁 我們再看這一點 這裏是一個誠法的練習 其實中間是相當簡單的 不過有很多同學在上年小二的時候 乘數表的基礎 即是背得不熟 背得不熟 其實沒問題 這一頁也相信一分鐘可以做完 很多同學背得比較不熟 所以我們也有這個練習 讓同學去做 這裏總共有34題 因為其實不是難的部分 所以我們簡短地用這個 五分鐘的時間 五分鐘 太少了吧 八分鐘 最多八分鐘時間 OK 想清楚 可以嗎 如果真的未背得熟 可以拿回我們的寶 後面也是一個九印歌 可以嗎 可以看著來做 OK 八分鐘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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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兩萬一 小燈 謝謝 小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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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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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三六,一十八 五二只有一十 一十 二七,一十四 二八,一十六 六七,四十二 四四,一十六 五七,三十五 十乘七,就得七十 三四,一十二 八三,五十四 三五,一十五 十乘十,要怎麼計呢? 其實你會發現,十的配數就是把後面的數 加前面這個零,是後面的整個,加一個零 對不對? 這個數,將後面的整個,加一個零,是多少? 就是十 多於零,就是一百 可以嗎? 不難的,繼續 二九一十八 九八七十二 二十二 七四二十八 四五,中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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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跟不上同學呢? 我給你們多兩分鐘時間 對清楚答案,OK? 好,那今堂的時間差不多了吧 可以嗎? 我們下課會跳進去,剛才我們做了一些承法的練習 後面下課會有很大量的題目,就是跟這個承法有關 可以嗎? 我們這次首先背熟了承數表 下次就會直接去一些應用題 中間我就不會再跟你慢慢去用這個承數表 可以嗎? 我們直接做題目 然後去思考一下 究竟我們去理解那個文字 去理解那個應用題是怎麼做 而不是再在這個算數上面去研究 可以嗎? 所以記得,如果在這個星期裡面 你發覺自己的承數表不是很熟的話 快點背熟它 因為下星期的時候 我們就未必會再用這個相對比較慢的速度 去講整數表的部分 可以嗎? OK,那記得溫習了 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